正逢盛世升停时 却有兼党滋生 击军坏法 结党谋逆 朕动若观火 为祖宗大建议 毅然除奸 崇拜 好家伙 你这哪里是最挤赵啊 其内容话里话外 无不再夸奖自己 此刻的马皇后十分失望 于是颇为不高兴的 她就让朱元璋重新撰写一份 还特意表示 要将自己的过错和缺点写下来 马皇后的这番举动 彻底将朱元璋给惹恼了 妹子 咱朱崇拜这辈子 最恨别人逼赞 也最恨你干招 你是想让我给你出主意 又恨我给你出主意 若是我的主意比你的高明 你心里就更恨 马皇后的这番话 直接戳进了朱元璋的内心 作为陪伴了她几十年的结发妻子 马皇后哪里不知道朱元璋在想什么 而此刻的朱元璋 也被媳妇气得咬牙切齿 却又不敢发怒 马皇后并没有让她继续解释下去 因为这些话她已经听了几十年了 此刻已经不想再听下去了